Hello,欢迎来到Wism.fm跟我玩,分享科技数码生活,感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们在HalfOS系统的使用中是否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系统报错,导致系统重启或者没有算力。 这支影片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解决这些系统报错,从而使得系统稳定运行。 第一个最常见的报错是GPU Driver Air, No Types。 系统出现这个提示是因为系统运行驱动出错。 如果我们的显卡是OK的,没有质量问题,那么有三个原因。 原因一,就是过度超频,解决方法,就是频率调教。 我建议每次下降100,然后重启,就可以了。 原因二,环境温度太高,在夏天,环境温度达到35、36度以上。 如果散热情况不好,运行不正常,显卡也会出现这个提示,需要降低房间的温度。 或者让显卡获得更好的散热。 原因三,显卡和插槽的接触不好,需要重新插拔显卡,或者更换插槽,就可以解决。 第二个常见报错位,AutoFan GPU Temperature 511。 咱一看,好像是和风扇有关,其实不是。 我们点提示,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一般出现这样的提示,都是硬件问题。 解决方案很简单,我们把出现这个提示的卡和其他正常的卡对调位置。 如果还是有问题,再检查一下卡槽或者转接线,一般都可以解决。 第三个常见问题,不是提示,而是矿机中一张或者几张显卡风扇的转术显示为零。 遇到这种问题,我们需要先排除是否为风扇出现了问题。 我们把显卡所有的超频取消,更换插槽在没有超频的状况下运行,看是否可以正常。 如果是正常,那说明风扇没有问题。 我们重新设置超频参数,稍微调降一些,从起后看看是否为正常。 一般都是因为超频参数过高而导致的。 如果多次更换插槽重启后还是为零,那么需要考虑是否是显卡风扇出了问题。 第四个常见问题,LA过高。 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几个原因。 第一,看一下主板PCIe设置是否正常。 PCIe Speed是否为G1N2。 那有部分主板是G1N1的。 第二,还是超频参数的问题,是否正常。 取消所有超频参数后重启,看看是否正常。 第三,硬件问题。 有一个硬件异常,导致LA过高。 这个硬件可能是显卡,也可能是卡槽,或者是连接线。 也可能是主板,内存,CPU。 任意硬件的异常都有可能导致LA过高。 第四个原因,可能是大家都无法发现的原因,就是U盘。 U盘的运行不稳定,也会导致LA过高。 我本人有一次检查了以上三个原因,都无法找出LA过高的问题。 最终更换了U盘,解决问题。 U盘也是整个系统硬件当中的一个。 我建议使用质量好的U盘,会比较不容易出现LA过高的问题。 最后一个也是最为常见的,就是无效份额。 这可能是每个矿工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本人的看法是,如果是几天才出现1到3个无效份额,那么不用理会。 如果你觉得哪张显卡出现较多,我建议大家降一下超频参数, 下降50后重启看看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HiveOS系统是专业的挖矿系统。 我个人觉得它的实用性是远超Windows的挖矿系统。 并且Linux是相对稳定的平台, 它也可能给一部分显卡在HiveOS下获得更高的算力。 它的远程管理也很方便,手机即可操作,并且费用比较低。 关键它没有引擎的扣费, 不像部分Windows平台下矿机操作系统会暗藏不公开的抽水。 所以我建议有多台矿机的朋友可以尝试使用HiveOS系统。 好了,这次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 也可以帮助我快速增加订阅量, 我会提供更多的干货给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7n 8r 3 4 6